主席议会人员 有请我们秘书长 建委你好 秘书长你好 今天刚刚孔委员也是提到 这个有关原居民自治法的问题 上个会期本来应该是有机会通过 但是某种因素 所以又延到这个会期 来继续做一个短团的协商 我始终觉得说 这个原居民自治七法 已经是这么久了 乡亲都期待这么久 这是在原居民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法案 而且四年前 我们马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他有十二项的承诺 也是证件 这个内在第一项 这是第一项的一个证件 跟承诺 所以后面的都能做好了 但是第一项没有做好 我想应该证件是从前面开始把它完成 所以基于这样的状况 虽然这一次 有类为优先法案 但是我们希望 不要只有优先法案 应该类为最优先法案 民居长意见 是我们已经类在意见 我们理解这个法案的重要性 我们也认为这个法案应该要紧速来协调通过 所以我们的优先法案 我们当然会协调 那么这个立法院 我们这个各党团的支持 希望这个法案能够紧速通过 谢谢 本来期待在 因为第七会期 没有办法 列到大院来做一个讨论 当时我们还期盼说 社会期间能够有一个临时会 当时我们也跟乡亲讲 说不定会有临时会 但是临时会也没有开 我想这个法案不能等到我们议算全部审完之后 再来审这个法案 而且我们秘书长 你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希望在进行当中 能够来进一步来做一个讨论 看如何把这个行政院 以及是修正版的 行政院修正版的这个法案 支持法能够早一点通过 秘书长 我们院版已经送在立法院 立法院也已经进入审议 审议也进入协商 协商他已经也进入那个期限 大概已经可以达到 现在可以处理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会尊重立法院 但也会继续来协调 那么立法院给我们支持 这个案子赶快通过 所以这次的第八会期 我想我们几个原罪民立法院 多是期待这个法案 能够早一点 早点进到大院来做一个讨论 好 现在就请我们张主委 好 谢谢 请张主委 委员好 主委您好 这次我们这个行时 被提名的这个 选取委员的替捕 也不知道替捕是重新提名 提名因为经过了我们的审查 我心里面在想 上一次好像我就提过了 希望能够要有原罪民的息息 要有一个原罪民的委员 因为这个选举 我们原罪民第七 在台湾来讲 这个土地面积也占一半以上 选举也是相当的复杂 没有一个在选举委员会里面 这个代言的工作 我觉得非常的不适当 所以我们看到五位的这个选举委员 当时我们为什么一直吵 吵到十二点我们再开始开会 原因就是有一位被提名的委员 没有亲自来参与这个审查会 所以我心里面一直在想 没有这个意愿当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话 我们不要勉强吧 请他来 本来他要经过同意的话 一定要接受审查 不愿意来的话 我们不要勉强啊 我们原罪民急着要一起啊 你为什么不提名原罪民来当这个 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这个委员呢 难道一定要博士吗 一定要有什么专业吗 报告委员是这个委员的提名不是我 是由行政院长提名 是行政提名没有错啦 但是我想你张主委 你提供的人选 假如说你建议需要有一些是原罪民的话 我想行政这个部分应该也会尊重 我想行政院他们都会做一个很广泛的来考量 这光复到现在你看已经几年了哈 中华民国我们政府到台湾来 已经几年了 始终就没有一个属于中央的选举委员会的原自民级的人员来担任 所以难怪我们原自民很多这个有关选举方面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选委会的委员只考虑到说 任何一个党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数 而没有考量这些 主群 没有考量族群的差别 台湾的主群是相当单纯的 对 很单纯嘛 所以应该是要考量啊 所以应该要考量才对啊 对 所以我们一再的啊 就这样的建议哦 提名一席有那么困难吗 我想那个秘书长也在场哦 我这个已经早就咨询第二次哦 这个是无几职的 我知道了是无几职的啦 而且要有正业的考量 实际上我们原自民的啊 就像这个有正业的这种人才哦 我想也有啊 绝对绝对有 好无几职的 虽然无几职的 他们也非常乐意啊 能够协助我们有关原住民地区的选举的问题哦 他是不是间接直接的都 协助我们中央选举委员会嘛 你看 你们有没有调查过 中央以上 中央啦 以前省已经动省了 省我们已经没有选举了 过去省级以上啊 就是一到中央的选举 原住民地区的这个投票率多少 平均投票率多少 你们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调查过 应该是都有 我们都有一个数字的 那大概多少 那那个主委知道吗 应该六七十左右都有的 能够达到六成已经是不错了 六成已经是不错了 第七阶立法委员 我们就没有达到六成了 因为有一半的人口 几乎我们都在都市啊 都在都市啊 他们要返向去投票相当困难 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 像这样种种的问题 真的要怎么样去解决 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不在一起投票 我心里面 拦取了一个希望 我们是说 假如有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这些将近一半的人口 在都市里面啊 就会不会平白的上市了 他们这个投票的权利 跟义务 他们是很想投票啊 但路途遥远啊 路途遥远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我想应该都是我们 中央选举委员会 来去考量的一个问题 袁志明要不在一起投票啊 我想应该是 比平地的还要单纯啊 我们上次考量啊 就考虑到这个总统选举要采取部分 啊不在一起投票 实际上袁志明刚好也符合 总统选举的那个制度啊 我们是没有分期益嘛 没有分期益 我们是全国全期 像我们现在都是跑全国啊 跑全国再跑 上山下海 奏船 奏位机 在拜票 实际上辛苦 平时的服务也是如此啊 平时的服务也是如此啊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来这个地方啊 来开会 参与咨询啊 当然我们是 在尽到我们当立法委员的责任之外呢 我们是啊 真的排除了很多的啊 这个啊 这个困难 对 所以我想啊 这段选举委员会有这个地方 我在这边再做一个建议 你们考量一下啊 考量一下 这十一次的问题 能不能做一个突破 不要老是停留在啊 还是还是这样的方式啊 民俄虽然有限 但是既以战武真正能够照顾 照顾到袁志明的这种 啊 情况之下 应该啊 要有一席 这不当是照顾啊 也是一种尊重啊 啊 所以不晓得啊 啊 那个啊 主委的意见如何 啊 因为 因为这是行政院 这个不是 我就讲说 现在你还没有答复我 我就知道说 这是行政院的 是不是你秘书长来 来答复我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这个监委员这个建议啊 那我想这个意见我会向院长反应啊 请他下次在提名的时候做一个参考 好 谢谢 应该应该是要这样做了 另外我经常在讲这个选举区的问题啊 现在平地都已经是单一选举区了 立法委员的部分啊 只有我们原住民地区现在还是共同选区啊 啊 三元三席 平元三席 对 这一部分是大家 其实可以划分啦 这个讨论结果大家也都认同 不过这个涉及到修宪的议题啊 对 也是只有下次修宪的时候 对 建设到修宪的问题 我们不提出来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修啊 是 所以我们应该要提出来 也可以划为单一选区啦 绝对可以划为单一选区 因为单一选区就有一个涉及到修宪的部分 这一部分呢 当然您这个建议啊 大家也都认同 所以那中央选区委员会针对这个案 那个张主委针对我这个案 是不是在继续来做一个处理 做一个研究 对 修宪问题我们会提前研究看看 另外一个案 我们最近 我跟张委员张校园委员共同提案的一个案 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审查 因为单一选区的部分立法委员出缺 可以马上补选啊 那我们全国选区的 我们现在是三席 不到一半不能补选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像我们就三席 一个一个出了状况 不能继续担任立法员 不能补选 剩下两席 已经过少了 已经过肉质了 又不能又不能又不能补选 所以我们现在提这个案 也是引起很多的攻势 但是大家认为应该是要 这个地方应该要修正 应该要补选 现在还没有处理这样的问题 因为要等到一半的话 我们就只剩下一席了 三席剩下一席了 这个强果这么大的范围当中 所以说我们这个选举方面 我们就用这个地方 知道没有好好思考 没有好好考量一下 我们这个原居民地区 除了这样的问题 如何去处理 这个也是涉及到 这个修宪的议题 大概这部分我们会 类似来这个研议 最要是合理应该改进 我们在有这个修宪的时候 这个类似这个考量 对我想这个 希望能够早一点去做 应该早一点去做 不要每次我们一提 开外完毕就不了了之了 希望我们选取人会好 我们行政也好 能够这个慎重的处理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林明珍委员 林明珍